大S被汪小飞暴打 大S跪下求汪小飞放过 大S的婚姻生活也太不容易了 一转眼 大S和汪小飞竟然已经结婚十年了 当初被众多网友不看好 认为大S的闪婚不理智 如今看来人家挑选结婚对象的眼光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里也要表扬S吗 虽然自己的婚姻没能圆满 但是三个女儿都是奔着 只要结婚就不离婚的态度去的 所以纵然小S遇到了爱上夜店的徐亚军 大S遇到了生意遭受风波的汪小飞 但是姐妹俩都努力克服这些困难 目前也都生活得很幸福 由此看来并非所有的单亲家庭 培育出来的孩子都会重蹈父母的不幸 汪小飞此次千辛万苦又是大飞机 又是隔离 最终才和妻女团圆后 似乎十分享受这样的生活 社交平台不时晒晒和丈母娘 还有小姨子的有趣视频 就连春节也是没回来和妈妈张兰一起过节 这次的结婚十周年庆典 就更是亮点多多 首先就是纳梅硕大的鸽子弹钻戒 亮瞎了众人的眼睛 但其实结婚时 汪小飞送给大S那枚比这个更大 在刚完婚不久 大S总是喜欢带着她出席各种活动 后来不知道是不是怕弄丢 就很少见她带出来了 于是 有网友调侃 不知道这枚钻戒 大S是会常常带着 还是等着儿女长大 来当传家宝呢 再其次 就是林心如 霍建华合体现身 因为当天到场的人里 王伟中是一手挖掘大小S出道的 范小轩是大S的姐妹桃 桃哲夫妻与大S都是王力宏的好朋友 只有林心如感觉和大S的交集不多 网友猜测会不会因为以前林心如 常常上姐妹俩的节目 所以此次才会喊上林心如一同前来 当然 大家最多感慨的还是大S的少女感 虽然经历了生产后身材走样 但是凭借着超强的毅力 大S又美成了当年山菜的模样 这场庆贺上了热搜 也让人在北京的张兰很感慨 于是她发了小视频 展现自己和儿子通电话的过程 镜头里 张兰先是恭贺儿子十周年快乐 也夸儿媳妇太可爱了 说是大半夜接到儿子媳妇的电话 激动得一宿没睡着 翻出老照片看了又看 还嘱咐儿子 妈妈只能陪你半辈子 媳妇才能陪你一辈子 希望你能做个疼媳妇有责任感的好男人 并且还告诉汪小飞 自己会努力保重身体 希望能陪儿子走过她的迎婚 金婚 钻石婚 最后 听闻汪小飞又要出差隔离了 张兰也劝儿子好男儿志在四方 抓住好的机会 此言一出 网友猜测 估计十周年结婚纪念日已过 汪小飞就要离开大S 奔赴其他地方了 这段看起来母慈子孝的小视频 没想到却引发了很多人的嘲讽 不少人表示谁家打电话 会只有一方不停地说说说 完全没给对方说话和反应的时间 感觉像是演出来的 根本不像是真的通电话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张兰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已经不是第一次给汪小飞打电话了 以前的几次情况也都是如此 都是她一个人说说说 电话那边汪小飞是何反应也不知道 当然 也有网友反驳 可能张兰和汪小飞通电话就是这么个节奏 不同母子有不同的相处方式 但是 在过年期间 张兰在一段视频里 和儿子通电话时 表示她会回家过节 结果人家在那边 和老婆孩子开心地在一起 完全没有回来的意思 就让更多人坐实了 张兰这些通电话的视频 可能都是在自说自话 对此 也有网友表示 何必太上纲上线 嘲讽人家演戏 毕竟视频平台的作者 哪个不是有脚本在录制 既然你能接受别人的段子 为啥要看不惯张兰呢 这可能和大家的期待有关吧 身为成功的女企业家 大家印象中张兰应该是个说一不二 雷厉风行 不藏着业着的 所以这样的人 还会演绎段子 让人稍微有些不能接受 你看过这些汉汪小飞通电话的视频吗 感觉如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非常感谢 请订阅欣赏支持明镜aser by bwd6